身為貓奴 照顧貓咪的食衣住行 都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你們有遇過貓咪挑食 或不愛吃東西的情況嗎 那時候真的會非常頭痛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貓咪行為諮商師 吉兒來跟我們聊聊 哈囉 嗨大家好我是吉兒 我是貼心毛寶的行為諮商師 那我們線上也有三位 一樣是貓奴的身為諮商師 我們線上也有三位 大家好我是兩位寶貝女兒的媽媽 我有兩隻貓貓 一隻四歲一隻兩歲 大的叫大大小的叫小小 大家好我是小愛愛 我是四隻貓咪的媽媽 一隻六歲一隻五歲還有兩隻三個單元 我自己是身邊很多有人在養貓咪 所以來幫忙問 首先呢在了解貓咪椅食的問題之前 我們想先請吉兒跟我們分享一下貓咪的野生習性 貓咪其實牠們是獵人 所以牠們在野外呢是吃小動物 牠們需要的食物會是碳水化合物 低一點的食物 所以我們在選擇食物的時候呢 會建議選蛋白質為主的食物 對牠們會比較好 那照你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以往以澱粉為主的乾飼料 其實沒有那麼適合貓咪吃呢 沒錯因為吃澱粉 其實就像我們人類在吃洋芋片一樣 碳水化合物太高 尤其是乾飼料其實它是乾的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呢 會比較不容易覺得飽 那Sunny像你們家有兩隻小可愛 平常是吃乾飼料 還是剛才吉兒提到的濕食呢 其實他們剛來家裡的時候 爸爸每天都會幫牠們親手做 魚或蝦的鮮食 但是大概過了半年 牠們就不太吃了 現在呢以乾糧為主 肉泥就要看牠們的心情 只是牠們兩隻喔 都是屬於腸味道比較敏感的貓 你可以把新的飼料跟舊的飼料 大概是1比2或是1比3的方式 去把它混合 讓牠們慢慢慢慢換成新的食物 對牠們腸味會比較沒有那麼負擔 像喝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像我們家的大女兒 牠就是只喝自來水 牠連活水器的水都不喝耶 我會建議你可以去看看 你的活水機是不是因為太大聲了 所以牠覺得不太舒服 或是有可能你的活水機 跟你家的自來水 牠出水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就是像我朋友的貓咪 有泌尿道方面的疾病 所以就要換成配方飼料 但是貓咪都不愛吃 泌尿道疾病其實分非常多種 牠們需要的飲食跟照護都會不一樣 但是通常醫生還是會建議 你要讓貓咪多喝水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貓咪牠如果可以改成全食食 會比吃乾飼料好很多 我們要怎麼判斷牠們喜不喜歡牠們的飼料 去買小包裝或是拿試吃包 然後在貓咪最餓的時候 去測試牠的反應 如果牠喜歡的話牠會馬上就吃 牠絕對不會猶豫 而且牠會把牠吃光光 那你可以測試個三四次 如果三四次的狀況都是一樣的話 那你就是選對食物了 那如果貓咪不吃蔬菜的話有關係嗎 貓咪牠們是肉食動物 所以其實牠們不需要吃蔬菜 如果你家的貓 你發現牠在家裡平常會偷吃菜 或者是會去啃植物的話 這個時候你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有些菜牠是有農藥的 有些植物是對貓有毒的 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你去寵物店 或是去花市 去找一些貓咪可以吃的貓草 那我想請問極了是 我要怎麼確認牠們兩隻 每一餐每一隻貓所進食的量呢 你家的貓如果有吃飽的話 牠一定絕對不會理你 如果你站起來 你發現牠一直在關注你 甚至牠會跟著你 或是帶你去貓碗前面 去廚房或是去冰箱前面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貓沒有吃飽 這個時候你就要去調整牠吃飯的分量 只要牠有吃飽 牠就不會一直想要去搶別人的食物了 因為橘貓天生真的很愛吃 牠就會真的會像剛剛吉兒有講到 就是牠真的會去吃別的 吃量比較小的貓咪耶 那吉兒有什麼建議嗎 科技越來越發達 有一些碗它是可以設定 只有某一隻貓可以吃 另外一隻貓接近的時候 牠會把蓋子蓋起來 你就可以把小胃王貓咪的飯飯 放在那個有蓋子的碗裡面 然後你可以設定只有小胃王的貓咪 經過的時候這個碗蓋才會打開 那大胃王牠如果要搶吃 牠如果把小胃王撞開了以後 那個碗的蓋子牠就會關起來了 我記得Sunny之前有提過說 你們家的貓咪會吃益生菌對不對 牠每天早上都會用肉泥或者益生菌 然後放在牠們的飼料裡面 但是牠沒有辦法掌控牠吃的量 其實你可以把益生菌的粉 放到膠囊裡面 那你可以在飯前牠最餓的時候 然後把肉泥裹在膠囊上面 讓牠們把益生菌全部吃光光以後 再放飯 這樣你就可以非常確認 每一隻貓都有吃到牠需要吃的量 那我覺得吃飯應該是 要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所以了解貓咪的喜好啊 然後也知道牠們的個性 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謝謝今天所有參與的來賓 那也特別謝謝吉兒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知識 那我們就下次Pet Talk見囉 掰掰